黑漆漆的洞穴 12名足球員和教練受困第15天 现在惊传一名大陆女网友 发现25岁足球队教练艾卡波 是她失散10年的弟弟 她拿出儿时照片证明 关键人物是照片中嘴唇下方有颗痣 蹲下来和孩童拍照的人 她是大陆女网友的姨妈 巧的是这位姨妈几天前才出现在电视上 接受媒体采访表达她对侄子 也就是受困教练的思念 姨妈的出现让这名大陆女网友更加确信 艾卡波是她失散10年同父异母的弟弟 女网友表示10年前因她自己和奶奶搬到大陆生活 弟弟也搬家就此失联 只听说弟弟出家修行 希望媒体能够帮助他们重逢 事实上这12名足球少年能奇迹生还 其实和教练艾卡波曾出家修行有关 她教导受困的足球员静坐保持能量和体力 泰国海报部队6号在脸书上公开教练 写给少年家属的道歉信 她表示全部孩子安好 承诺会尽最大努力照顾孩子 感谢支持并向家长们致歉 她也写信告诉祖母和姨妈不要太担心 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只希望能尽快让这13人出动 同时如果教练真的是大陆女网友的弟弟 那也将是奇迹般的好消息 记者综合报道